电动车的市场被说是 人类的未来吗 因为基本上希望 绿能跟电动车的方向 会是接下来竞争的 下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市场 那么华为呢 最近美国当然还在气 过去美国商务部长 雷蒙多去访问的时候 被当成了MET6的 免费的代言人 大酸特酸 他这次特别讲 从华为最新的手机来看 中国大陆 这个先进晶片技术 还好而已啦 仍然落后美国好几年 这样还在酸 但是华为的5G 现在扎根欧洲 第一座工厂 年产值已经77亿元了 法国态度的转变 当然是来自于 自己市场的需要 因此华为在法国 建立这个首座的海外工厂 展现在5G这一块的 各种合作 也做于当地市场的 落地跟技术的升级 也有他自己的合作策略目标 其中奥运就要寻求 华为的5G建制合作 让奥运可以更多的通讯 可以畅行无阻 不论本的报道 未来5年 全球经济成长的75% 预计会集中在20个国家 其中中国大陆 印度 美国印尼 这几个国家将贡献全球经济成长的 一半以上 当然最近消息在财经面都说 7巨头市值直接蒸发9500亿 为什么美股跌 其中NVIDIA这些主要的股价 跌了甚至10%这么高的比例 直接像NVIDIA的下跌 市值就缩水了2120亿美元 让今天台股也做了一些联动的影响 其中最主要被认为是科技未来的 苹果微软 亚马逊NVIDIA等等 一日最连续的大涨超微电脑 重挫了23.14个百分比 科技巨头居然在这一波的股市里面 不被看好吗 有哪些问题吗 大陆的能源车市场被说是杀疯了 这个能源竞争的价格市场之战 华为智慧汽车解决方案官网正式上线 有各种的产品 直接take了好多的官方网页 微博 take了很多的不同的车器 强调各种的解决方案 要让华为展现一个与众不同的商标 以及代表性 但它代表的最新的车 要说是很货很多 要呈现它的新车 这辆重磅的产品 说最好的轿车想借S9 吸引了很多的目光 央视政治报道说 大陆的气流通协会相关部门指出 4月上半个月 大陆的新能源小客车 直接零售渗透率 首次突破了50个百分比 超过了传统燃油小客车 当然对世界能源的技术来讲 这是重要的 而对大陆市场来讲 内需这么大 外销市场竞争如何 当然特斯拉现在在中国大陆市场的竞争力越矮越弱 所以想尽办法现在只能价格战 打不赢小米 华为这种价格战 无预警的宣布 面对比亚迪 小米这些品牌的夹杀 一辆Model 3现在降价 到台币只要104万就可以入手 部分地区还甚至推出了免费超充 限定配色免费 分期免利率 这种各种的价格战的方案来充销量 马斯克宣布 特斯拉更可能很快 就会向大陆的客户提供全自动驾驶 这也是因为因应大陆上面全自动驾驶 航空器 送货 这些设备机器的发展都已经越来越快了 特斯拉也在向这一块来做靠拢跟竞争 那么甚至他为了中国市场 而延迟了印度的访问行程吗 本来被报导是说 21号到22号就要到印度去 还要见印度总理的 有些投资计划准备要在印度进行 但现在延后也当然跟裁员有关 因为最近特斯拉陆续的宣布了很多裁员的计划 甚至主要的裁员的人力都在中国大陆代表 这块市场成为特斯拉非常严峻的挑战 亮哥当我们看到电动车的市场的竞争的时候 从手机电动车都展现了在中国大陆市场的竞争力 但当然雷蒙多也要说 没有啦 晶片还差得远 雷蒙多对科技是一窍不通 他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事实上晶片只有CPU的部分 华为手机就算他没有3奈米的CPU 比不上苹果 主要是使用电竞的人才感受得到 你以为一般使用手机都在玩电动玩具 不可能 CPU主要是3D的动画那有感觉 这我同意 可是华为有很多功能你苹果都没有 他可能不去看苹果手机缺了多少功能 比如说请问你有折叠机吗 请问你有加人工智能吗 就是你苹果怠惰到什么程度你都不知道 不然i15为什么卖那么差 i16还没出来 可是大家也不乐观 这个坦白讲跟特斯拉是同一种问题 结果你作为品牌科技的创新者 你本来是领跑的 结果后来就陆续 人家百花齐放之后 各种科技创新都开始出现 那你好像都没看到 没守成规 是啊 比如说特斯拉我们举例 这个不是只有价格的问题 特斯拉最近也有降它的 其中一款降到差不多22万人民币 都是在大陆 而台湾你都买不到 你为什么不全球这样降价 对啊 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有很多地方 买不到大陆车 所以无从比较 你如果让大陆的电动车进来台湾 看你能不能卖得动 我们举例 我说有主要的三个面向 你特斯拉都被人家抛在后面了 第一个就是你的续航力 请问你是几公里 中国大陆现在可能是800公里是标配 你去问台湾 电动车的标配是几公里 第二个是电充的速度 你去看你特斯拉充电要充多久 第三个就是人工智能的平台 就你特斯拉的智能的平台 我们且不要讲大陆的电动车 还有一些特异功能 比如说有些可以在水上开30分钟 有一些可以180度停车 请问你特斯拉可以吗 没有一项型的 所以你怎么跟人家竞争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问题 我简单用一个概念叫做 领跑的高科技公司创新怠舵 最典型的就是美国这两家公司 苹果手机跟特斯拉 这两家是非常典型的怠舵 创新怠舵 你去看三星 三星比你紧张多了 你去看三星的手机 我们台湾第一款 智能手机就是三星 为什么不是苹果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种东西你要怪谁 自己创新怠舵 自己落后其他国家在追你的 所以人家说内卷 你现在利润多少 我后来看一下特斯拉 一开始出来利润高达40% 后来去年六月降到大概20% 现在不到10% 可是没有用 你一直降你的利润就是降价 也没用 因为你的功能太少了 苹果手机也是如此 苹果手机现在的利润是多少 搞不好还有50% 你这种手机要怎么卖 我是替你捏一把冷汗 大使的确在大陆市场 是在厮杀的非常的惨烈 特斯拉本来领先是遥遥领先的 这样子的一个品牌 现在却也被逼着要降价 裁员 全球都在裁员 尤其中国大陆这里 他要想办法说提供全自动驾驶 就是要先在这里先活下来 对 特斯拉市场 去年就已经蛮惨了 他一年的股价跌了四成 对 今年一开年 他股价也没有往上走 他还宣布要裁员 最近宣布裁员 他有全球14万员工 他要裁掉1.4万 10% 然后很多才刚刚拿到 这个公司的合约和约 7天就被裁员掉 而且他现在 特斯拉也承认 他们潜散计划的潜散费是比较低的 可见这个公司现在财务上是有点问题 不过特斯拉说穿了 他的优势就是一个先发优势 而且他把当时把电动车 把他的价格定得太高了 那他是一个暴力 然后特斯拉这个马斯克 又像个玩童一样 什么都玩到处去烧钱 对不对 他把当时的社交网站买下来 现在也不赚钱 对不对 他又去玩什么星链计划 对不对 也不赚钱 都在烧钱 他拿这个特斯拉的钱去烧钱 可是也是烧到一个程度 那问题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光比亚迪他是车海战术 对 他好几种系列 每天推新车 对不对 那个新车的数量比你特斯拉 你现在就是什么model 3 什么model 1 model G的 就那三五个 而且一成不变 你怎么跟大陆那个车海竞争 你比如说像这个大陆 像这个蔚来 蔚来他有这个李小鹏 理想蔚来小鹏 蔚来车也很畅销 蔚来的电池怎么样 开到那边整个电池 卸下来晃一个电池 就五分钟就好了 对不对 他有很多不同的系统 所以这个就是说 你们这 你如果特斯拉 从他推出来的车子 我看都没什么变 我看了街上跑的特斯拉车子 没什么新车 那你看大陆的车子 现在你看他的穿透比已经5成 也就中国大陆现在消费者要买车 有二分之一人选择的电动车 那第一个你的这种 人需对车子的需求 各种不同功能 比如说他是上班用的 他是要越野的 他是要送客的 他是比较大型的 大陆全部都有 那请问你特斯拉能够满足吗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是硬碰硬碰下来的 我觉得那个雷蒙多 他将来会变成雷振华 中国大陆科技 尤其这些芯片的科技 突飞猛进 那雷蒙多贡献极大 刘老师 我稍微要谈一下 有关于大陆的新能源车的问题 你要连带一个概念叫卷 我最近的话 针对卷这个概念 稍微认真的思考了一下 我就是觉得说是 在大陆很多事情 这个雷蒙多的讲话的话 从大体上来讲 他认为说大陆的科技的话 比不上美国的科技 我从某种角度来讲的话 是同意的 但是我请大家稍微注意一点事情 你真的需要三纳米的晶片吗 你知不知道我们前一阵子讲到 一个病毒它有多少奈米 一个病毒的大小就是100奈米 你要想到这种情况 你要了解什么叫奈米 一奈米是一公尺的一百万分之一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 大陆本身的设计完全 什么叫卷 卷就是说从性价比的考量来商业化 这个叫卷 那你现在的话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公司 以前我们最早先用的那个 苹果手机 它不变的 他说苹果市场 苹果它完全不变的 价钱也不变了 三年四年五年 买旧的跟买新的一样价钱 它的整个行销策略 就是完全不卷 所以说你生产的话 躺在那边睡大觉就行了 但是大陆的情况就很不一样 所以大陆情况的话 来产生几个效应 我这必须要强调 首先第一个的话 就是你针对顾客的需求 做了各式各样的修改 你知道顾客提出来问题 它就能修改 原来新能源车 最大的问题就是续航力 现在续航力的电池 外面解决了 然后原来电动车的问题 就是在充电方面的问题 现在各地的话都有电装 原来的话 这个新能源车的话 就是因为原来价钱贵 但是大陆现在出现了 就是比亚迪有一种海 就是海上生物系列 什么海豚的 便宜的不得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会讲实际上 我们现在介绍的 就是几个比较露脸的新能源车 有新能源车 这纯粹买菜用的五万块人民币都有 买菜用 对 我跟你讲 实际上的话 针对于你所有的顾客的需要 一网打尽 有的通通 这个是典型的 所以雷蒙托他不了解文化 文化当中包含了一个工作伦理 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话 除了勤奋以外 除了节俭以外 另外的话还很聪明 然后主要是在配合顾客 然后我们整体的概念的话 叫卷 我说一句良心话 我今天跟人家在聊的时候 我以前在欧洲住 就没有听过卷的概念 欧洲人就相信一个理念 就生活要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比利润一大道钱就喝啤酒 感觉上的话 能够不做事就坚定不要做事 感觉上这个叫生活 这个情况在大陆的话很不一样 在大陆的话 你不卷就代表没出息 一定要好好努力干 所以你现在讲到这一切的问题 目前为止是刚开始而已 就是因为那个叶伦在讲说 你们这个生产过剩的问题 让人家都没办法生存了 那没错 你要好好地思想一下 这个不是光科技的问题 这里头有伦理 你工作的伦理 你所有的人当中的话 你想想看 如果为什么美国人 欧洲人过得这么舒服 你看他们电视上出现余城东 余城东的话 他们本身来讲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完全是以顾客的消费 作为自己产品生产的 努力的方向 你要新的 你要有用的 我们是看到的